那一碗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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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叫小碗 爸爸我剛剛都會吃的 那你沒多過啊 我要吃下去的味道 你炒幫我弄起來在嘴里翻看 我要吃下去的味道 你炒幫我弄起來在嘴里翻看 一個是菜的 爸爸然後手又開 羊肉飯 我最喜歡吃羊肉飯 我最喜歡吃羊肉飯 來看嗎? 我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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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點頭看嗎 我不要怕 我要怕 你怕嗎 你要嗎 vain 這個吃飯 其實很想 記憶的記憶有效嗎 媽媽還有嗎 有 你們要配飯吃喔 不要一直吃吃喔 因為馬洛斯光完一飯又吃不完了 媽媽我會吃飯 這樣吃 這樣吃 不會就不會很燙 來他 來 先吃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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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式的相互交易 因此呢 正当这个分析失施更 Truth 这个性能迷 Bat 预厂的驱瞬间落的时候 学术机尤其摇满的耳软网均意识的时间 2006 十 二次 之后 最终电脑还诊測其技术分析的交易程度 现在期间的一次内容结合单 甚至它没有效果 由下 比如确渐的学术机随时还修行不通 不论 就像诚事在试诲 上面 因此,使用技術分析的時候,海外的實驗就非常重要 看到柯林的現場,你卻要確定是個產品廠或是廚藏 最後,我們這個比較保護的利潤 可是,你真的要掌握環環的實驗這麼容易 但是,海外的實驗是沒有的,數人就要提到了 那據理解,大家的印象記憶是說,有一個第三十年,被原本的實驗性化 這個連續第三十年,被原本的實驗性化 這個連續七千五百的效益人 但是,從此,在這個期間,我們都能夠達到實驗的活力 那,海外的實驗,海外的實驗的效益區 可以放斷過嗎? 嗯 的 可以吃嗎? 你們要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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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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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有時候就玩到幾顆回家 然後我爸爸就說有時候就玩到幾顆回家 然後我就說你家爸爸應該去煮蜂蜂 我現在吃蜂蜂蜂 再來第二步我們談一下基本原則期 基本原則期就是去透過研究公司的財報 隨意違一圈然後透過管理接参的股票 這就是我見過最好似的狀況 好,分解這些技能 來評估一檔的負責價值 文書本裡面就是在哪 接受的我們是指標的勾向 比較不去注意圖育的價格並發揮 他們比較專注在美國一般 現在這個牧獎的壁交 而且這個鈕膠的價值就冒含了一些因素 像是公司的資產、獲利和股幣的預期成長率、利率和風險 基本面分期是他們會試圖去造出被市場逆幅的一個風險 基本面分期是他們會試圖去造出被市場逆幅的股票 如果推薦這些股票進而獲取長期的回報 像是有很多的主動性的管理機械 就是會透過專業的經歷人來做投資 他們從基本面分期來挑選擁股票進去 同樣的資產、挑選的眼光、主要精準 我們必須把他們放在他們的股票進去 看看這些分期是否適合打敗市場 根據這個總統分期這個標準的規模 一個叫做SP-AE的報告來看 從過去的20年的選出現實 大約有9分之90的主動管理機械 那先讓你幾天好,甚至早晚才就可以了 早晚才就可以了 早晚才就可以了 整理市場的指數 你要學問整理市場的指數 大家可以來看 雖然有的基金在融系時期的表現不特別好 但是這種不方便的績效 大家可以來看 雖然有的基金在融系時期的表現不特別好 但是這種不方便的績效 沒有辦法維持長久 而且我們也無法預測 某個基金在未來任何一段時間的表現 只要這個時間拉得越長 輸給大盤的主動型基金9月 所以有一些散布會無法寄出一種想法 不只要努力研究基本面 也會有機會逼這些專業經理人 調到更好的輪票才對嗎 這種想法的背後 認為就是說 不飄市場乍看之下是很不平的 因為每個人都一樣 都可以安靜排除 可是你卻很厲害 問你自己是在跟什麼樣的對手競爭 這卻很像是 一個正常公園的大盤球咖啡 他說自己只要努力一點 就可以跟大盤的那些職業球員 你卻放下 這卻很像 也就是說 那職業球員的天賦的訓練 就像是基金的專業經理人 他們每天都在金融市場打櫃 他們每天都在金融市場打櫃 他們擁有大量的資訊 他們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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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專業的資訊 不滿優勢 他們可能完全幫助 他們的資訊 他們的資訊 他們都在外面玩熱水 所以你們的商家一定沒有辦法 他們的資訊 他們的資訊 這位專業經理人 跟市場的效益 輸贏結果 數據是123再23的展現出來 歷史的結論 尼其買外科 或是買主公司的管理的基金 他說投資人如果去購買 來購買 其實是屬於資訊 他每天都可以再購買 他不敢做 所以下一個重點就要來分享 刚刚提到很多次的 指数型的基金或者是指数团的投资 以及迈进整个市场的策略 到底是投资 因为除了这个基本面移的 技术面移的投资方法之外 书里面还介绍了很多其他 枯杆的投资策略 里面都牵涉到很多的专业术语 但是背后都有一个枯杆的 枯杆的投资策略 里面都牵涉到很多的专业术语 但是背后都有一个枯杆的特性 那就是这些投资方法 这些投资方法 都是两个投资的办法 或者是参加一些人类观点的 自由化的内规则 然而这些投资方法 一长期来看 都很难超越市场大半的报酬 后面其实很简单 现在能够创造额外活力的方法 一旦知道这些方法的人 变多了 这个方法很完全不再实用 而且在过去 能够超越大半的理论方法 在未来也不保证实用 那么你可能要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 要怎么样去获得整体市场的报酬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享受 这个小率市场所带来的所好处呢 方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 那就是 持续来进整体市场的股票 感到尽量就可以了 这种持续来进整体市场的股票 感到尽量就可以了 这种来进整个市场的投资方法 就是一个专专名词 叫做被动化指数投资 被动化指数投资的策略 就是复制特定市场指数的表现 例如说 美国股票代号SPDR 这一支 就是复制了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这边是人 标准普尔500 这边就包含了 美国百家丁肩的上市公司 他们占了美国股市的 总市值的百分之大 你只要单纯公开这一支 SPDR 就能够在未来 获得这500家公司的股价成长 不惜报酬的潜在获利 台股也有类似概念的ETF 像是台湾代号0050的这支 就是复制了台湾50间市值 最大公司的这个流线 你只要购买这支ETF 就是了台湾50间市值 最大公司的这个流线 你只要购买这支ETF 就等于是你在未来 获得这五十家公司的 不要成长 还有不惜报酬 有一句鼠页其实说的 领导人 叫做鸡蛋 不要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把这个道理套路在公开市场里面 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单压也不要重压 我们前置各部 都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个 被动化指数投资 就是教你一个方法 可以把所有的篮子 全部都买下来 当我们购买了这个代表 这个市场 或者是一个大单位指数的基金 我们就等于是分散的风险 我们不再依赖单一公司的表现 而是我们跟着整个市场 同步的成长 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投资流行更小 推荒更肯定 因为我们的这个鸡蛋 分布在多重的篮子当中 那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这个标准普遥的报告 其实它也说明了 这个现象 在你每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只要把顺势的时间画的越长 就是依照题材啊 你去吃的率去选 你的这种主动性基金 就有越高的力量 会输给你单纯持有 整个市场目标的 力动化支出基金 这个道理就像是 你越想透过挑选男子来获利 长期下来 你反而越容易输给那些 把全部男子都买下来的人 而且时间只要达得越长 你输的几率就越高 投资者有权的地方就在于 你只要买下你整个市场获利 才能持有 你就可以注定会赢过了 绝大部分下方的半天 绩效却仍然属于你的人 再来我要跟讲一个 最适合他方的半天 绩效却仍然属于你的人 再来我要跟讲一个 最适合普通财务的投资策略 这个处理又透过了大家的数据 要认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累积财富 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 定期储蓄以及 投资支出型的机器 其他那种花里胡销的 那种投资方式 大多数都被政府的 无法带来长期的超额报酬 这本书面点出了一些 主动性积极的高费用率 会吃掉你的组织报酬 以及所谓的理财专员 是怎么样的 要先出矛盾的行径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 又放在客户的利益之前 还要吗 此外 除了你别强调了 税务管理的指标性 并且提出了 你怎么要做的各种计划 去让三部 是一般来报酬付益成长 又可以多大利税 对于三部来说 因为他有可能会对于 激进下来的重点 第一个 对于我当三部来说 因为他有可能会对于 激进下来的重点 第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 我相信只有 我相信 有没有 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 投资者 有 书本里面有 对到 这些细维 虽然有客人 带来快速的归报 但是 封信相对 封信相对 相对 一场多长期 只有 可以享受 那种 此理由 要介绍 辣交易的属于 在这些 视相 断情 对 通知更一定 担心 投资人 只要购买 而且持有 但 这个 投资者 就能够得到合力 好了,剩下的八字,你要知道,我能在一起 是點頭的老實,只要總是在家、 推出一種鈾器兩種上大, 貼上八字,然後大, 貼上八字,剛才我八字掉了, 貼上一種鈾器兩種上大 應該就是避免翻新看看, 就更有次的狂獻, 原本确实是在业务中间 自家配置没有彩片 自家配置就是说